今天的杨子真是一位穿搭搭人 他选择的造型简直是完美契合他的气质 一身黑色的蝴蝶结点缀在胸前 为整体造型增添了一份俏皮可爱 而那小巧而别致的镂空设计 更是展现了他对时尚的独特理解 这样的小黑裙不仅展现了他甜美的一面 同时也散发着一股温柔的欲解气质 蝴蝶结 是整个造型的点睛之笔 他既是可爱的象征 又使得整体造型不再沉闷 而是多了一份轻松愉悦的感觉 而裙身的设计更是别出心裁 将独特的镂空元素融入其中 使得整体看起来既性感又不失庄重 杨子不仅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而且在时尚方面也一直保持着高水平 他对于服饰的选择总是能够恰到好处 不仅凸显了他对于时尚的敏锐嗅觉 也展现了他多面低气质 这一身黑色小裙装的搭配 将甜美与成熟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在他身上 温柔和欲解并存 展现了他多面低魅力 整个造型既不失俏皮可爱 又有一份成熟的稳重感 仿佛是在告诉人们 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员 更是一位时尚的代表 总的来说 今天的杨子以一席黑色蝴蝶结 胸前镂空小黑裙征服了所有人的眼球 他的穿搭不仅符合潮流 更展现了他独特的时尚品味 这位时尚达人用自己独特的方式 向世界展示了时尚的魅力 他的整体妆容也是今天造型的一大亮点 淡淡的粉色 眼影和精致的眼线勾勒出他清澈而有绳的双眸 搭配淡雅的唇色 使得整个妆容更显精致和优雅 他的长发披肩而下 微微地卷曲使得整体看起来更加动感和迷人 这样的穿搭不仅在红毯上吸引眼球 在日常生活中也让他成为时尚的风向标 他所展现的个人风格 不仅仅是服饰的选择 更是一种对于生活态度和品味的表达 杨子总是能够用他独特的方式 将时尚进行到底 成为众多粉丝心目中的时尚偶像 这样一位不仅在表演领域有着亮眼表现 同时在时尚舞台上也能够散发出独特魅力的女性 无疑是当今娱乐圈的一颗璀璨明星 她的每一次亮相都像是一场时尚秀 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 让人不经为她的多才多艺而赞叹不已 总体而言 今天的杨子以她那一席 黑色蝴蝶结胸前镂空小黑裙 展现了她在时尚方面的高水平和独特品位 这样的造型不仅让她在众多明星中脱颖而出 更让人见识到她多才多艺的一面 她用自己的时尚态度 为整个娱乐圈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时尚气息 杨子的时尚选择不仅仅是一场服饰秀 更是她对自我风格的深刻理解 她能够将时尚元素融入自己的穿着中 创造出属于她独有的时尚语言 这种个性化的时尚表达 使她在众多明星中独具一格 黑色小裙的设计不仅展现了她的时尚品位 也完美地展示了她引人注目的身材曲线 这样的搭配既不失甜美可人 又表露了她内在的成熟魅力 她的穿搭仿佛是一首时尚交响乐 将甜美与性感巧妙融合 奏响了异曲时尚的旋律 而镂空设计的小巧巧思 使整体造型更具层次感 这种别致的设计不仅增添了整体造型的独特性 也凸显了她对时尚细节的关注 细节处的精心设计 展现了她对时尚的用心和追求卓越的态度 在她的身上 时尚不再只是外在的装点 更是一种对内在品位和气质的表达 她的穿搭选择仿佛是一本独特的时尚笔记 记录着她在时尚道路上的成长和进化 她用时尚语言述说着属于她自己的故事 让人们更加期待她未来更多的时尚精彩表现 总体而言 今天的杨子以她那独特而又充满个性的时尚造型 再次证明了她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演员 更是一位时尚界的耀眼之星 她的穿搭总是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 成为时尚圈中备受瞩目的存在 今年日子太好过了吧 暴剧 高奢代言都有啦 暴剧花杨子应得的 今年日子真是过得太好了吧 充满了令人惊喜的时刻 无论是在影视剧领域 还是在广告代言方面 都可以看到杨子这位才华横溢的演员的耀眼身影 首先 谈及影视剧 杨子在今年可谓是暴剧的代名词 她的出色表现让观众们为之倾倒 作品的口碑更是持续升温 无论是情感戏的把控 还是对角色内心的深刻理解 杨子都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 她出演的剧集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 更是在海外市场赢得了一众粉丝 这不仅是对她个人演技的认可 也是中国影视产业在国际舞台上 展露头角的缩影 不仅如此 杨子在广告代言方面也是一军突起 她成为了多个高奢品牌的代言人 不仅彰显了她在时尚界的独特品味 更是为她的事业开启了崭新的篇章 她那与众不同的气质 让这些品牌在她的演艺下 焕发出更为独特的光芒 杨子成为高奢品牌的代言人 不仅为品牌赋予了更多时尚元素 也让她个人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总的来说 今年对杨子来说可谓是事业的全盛时期 她在影视剧和广告代言两个领域 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成为业界的宠儿 观众对她的热爱 品牌对她的青睐 都是对她过去努力的最好回应 相信在未来 杨子会继续展现出她的才华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为品牌带来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这一年 杨子不仅仅是明星 更是业界的风向标 引领着时尚与艺术的潮流 在这个充满成就的一年里 杨子的成功不仅仅局限于事业的巅峰 还延伸到了她在公益领域的努力 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公众人物 她用自己的影响力传递正能量 积极参与慈善事业 关注社会问题 杨子以其敏锐的社会责任感 成为了多个慈善组织的形象大使 她不仅仅是在荧幕上 塑造出感人形象的演员 更是在现实中投身于 关爱弱势群体 关注环保等公益活动 她的热心公益行为 不仅为她赢得了更多粉丝的喜爱 也使她在社会中扮演了一位 备受尊敬的公共形象 除此之外 杨子在社交媒体上的活跃 也为她赢得了大量的关注 她通过分享自己的生活 工作点滴 与粉丝建立起更为亲近的联系 这种互动不仅拉近了明星 与粉丝之间的距离 也为她树立了一个更加真实 坚实的公众形象 可以说 今年对杨子而言是事业 公益 社交全方位取得的丰硕成果的一年 她在各个领域都展现了 卓越的才华和积极的态度 赢得了广泛的认可 相信在未来 她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高的标准 继续在演艺事业和公益事业中 取得更为卓越的成就 为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贡献更多力量 这一年 不仅是杨子的荣耀时刻 也是她奋斗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在这个辉煌的一年中 杨子不仅在事业和公益上 取得了显著成就 她的个人成长也呈现出更为成熟和多元的一面 通过在不同领域的拓展 她展示了一个更加多才多艺的形象 杨子在艺术领域的多元化表现 不仅仅局限于影视剧 她还参与了音乐和时尚领域的一系列项目 作为一名具备多重才能的艺术家 她在音乐上的尝试赢得了不少好评 音乐作品的发布成为了粉丝们期待的亮点之一 此外 她频繁出现在时尚活动中 成为时尚品牌的宠儿 彰显了她在时尚领域的敏锐嗅觉和不拘一格的风格 个人成长的过程也反映在她对自我表达和独立思考的态度上 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言辞中 透露出对生活、对社会的深刻思考 她不仅是一个演员 更是一个对社会充满热情并且有思想的年轻人 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不仅影响着她的粉丝 也为年轻一代树立了一个积极向前、勇敢追梦的榜样 总的来说 今年对杨子而言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一年 她在事业、工艺、艺术等多个领域都有着斐然的表现 这不仅是她个人成就的体现 更是中国新一代年轻艺人在国际舞台上的集体光辉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杨子会在更多领域展现出她的多才多艺 继续为大众带来更多惊喜和正能量 这一年 杨子不仅仅是一个明星 更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年轻艺术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